大家好,我是被漫畫養代的中年大術漫狂 這次要講的這一本 Master Keter Remastered 是在二手影音書店Book of What About 是漫狂我一直想要入手的 這是在本傳危險調查員 連載結束10年之後的2014年出的續篇 漫畫當然還是我們的普哲之術大師 原作則是由長期上司擔當 在本傳危險調查員的結尾 英日混血的主人公、考古學家兼保險調查員 前英國空降特勤團的士官 平赫齊頓的太醫 終於得到了在羅馬尼亞多島河流域 挖掘歐洲文明起源的機會 在Remastered的一開始 就看到齊頓在大學裡面演講 他已經是考古學界的名人了 也決定從此再也不幹偵探這種危險的工作 但是他的老大黨丹尼爾還是來找上他 畢竟如果齊頓不幹偵探的話 這部漫畫不就沒戲了 Remastered裡面一共收入了8篇短篇故事 在第一篇沉睡的男子裡面 齊頓奔丹尼爾 凹去義大利南方 在滿是巴洛克風格建築的城市來切 有一間保護人口販賣受害女性的修道院 人口販子經常在偷渡船要靠岸的時候 就把偷渡客推入海中 避免被海巡的警員查起 其中一個叫做索菲亞的羅馬尼亞女性 她在來切的岸邊被推下海之後 奇蹟式的自立游到岸邊 被一個叫做卡利姆的男子搭救 但這個卡利姆後來也遭到攻擊 身受重傷昏迷住進醫院 索菲亞則受到修道院的保護 修理們希望齊頓找出卡利姆 其實也是人蛇集團異分子的證據 索菲亞則認為卡利姆是她的救命恩人 希望能知道她的真實身份 齊頓醫學索菲亞給她的線索到醫院調查卡利姆 根據警方的說法 卡利姆是被一種寬而厚的兵器刺傷了腹部 感覺著阿拉伯語氣的她拿的是偽造的西班牙護照 平常靠為考古團隊工作的工資度日 警方的觀點仍舊認為卡利姆是在海邊發現了索菲亞之後 想把她轉手賣掉賺一筆 卻被其他人車集團發現了受到攻擊 奇頓調查到卡利姆的住處 發現她平常愛讀了書《大旅行家》 又從她給狗取的名字想到說不定卡利姆和大旅行家的作者 一本巴圖塔一樣是來自北非國家的摩洛哥人 生活大師奇頓的特色就是在工作中也不會忘記欣賞周遭的事物 摩洛哥有80%的人口是勃勃人的後裔 來到摩洛哥的奇頓在路邊的民意品店看到許多勃勃人的傳統武器 奇頓從做假護照的商人那裡問出 卡利姆來自摩洛哥北方的城市梅克內斯 來到梅克內斯果然遇到卡利姆的舊事 奇頓調查完畢回到萊切的修道院報告 修女卻告訴她索菲亞聽說卡利姆臨終的消息的溜出去了 查明真相的奇頓知道卡利姆並非跟人蛇集團產生糾紛而遇刺 她被害是因為保護了索菲亞 歹徒真正的目標是索菲亞的命 這時索菲亞終於吐怒實情 原來她被賣到塞爾維亞賣村的時候遇到一個變態的客人 後來她在報紙上看到那個客人竟然是下一屆俄羅斯總統的有力候選人 聽到這裡奇頓就猜到卡利姆是被什麼樣的武器襲擊的 果然下一個瞬間殺手就出生在兩個人的旁邊 殺手向索菲亞投資武器 奇頓要在摩洛哥買到勃勃人盾牌擋下 順手再用勃勃人駱駝騎兵的弓把殺手射倒 武器的真相是弓兵鏟 是前蘇聯特種部隊的愛用武器 救出索菲亞後她在車上盜出了自己的悲慘聲勢 她曾經一度從人蛇集團手中逃出 從科索沃越過邊境抵達阿爾巴尼亞的時候受到警察的保護 沒想到卻是從地獄逃到了另外的地獄 阿爾巴尼亞的惡德警察 基於受害婦女的美色 強姦了他們之後又把他們送回人蛇集團手中 索菲亞已經誰都不相信了 最慘的是最初騙她可以到倫敦的英語學校留學的 就是用區區八千塊美金把她賣掉的父親 奇頓則向索菲亞說出她的調查結果 卡利姆是摩洛哥的貧窮染工 她跟老婆辛苦地把奴重女養大 送女兒去念大學 女兒卻擅自休學跟男朋友私奔去了 生氣的卡利姆追到西班牙 找到女兒的男友 得到消息卻是她的女兒已經被賣給人蛇集團了 為了找尋女兒的蹤跡四處流浪了卡利姆 最後流落到西歐的玄關來切 因此卡利姆是把索菲亞當作女兒來保護 並不是想要再把她賣掉 知道真相的索菲亞請奇頓再拉到醫院 在卡利姆的病床前代替女兒吻了她的臉頰 昏迷的卡利姆流下了眼淚 在本傳危險調查員裡面有很多固定班底的角色 其中之一是奇頓的獨生愛女百合子 十年過去百合子也繼承父子成了考古學家 甚至也跟爸爸一樣 年紀輕輕就結了婚又離婚 奇頓在幫一個前英國軍情六处情報員的女兒 調查了父親的過去之後 來到馬爾塔島見了百合子 這裡帶出了百合子的回憶 當時奇頓為了募集在多瑙河流域挖掘的資金 也曾經上過電視 在歷史頻道發表過自己的學說 但他主張了瘋饒女神的母權社會文化 卻似乎在考古學的主流被視為異端 百合子受不了自己的爸爸被同行老公 說成那樣而離了婚 在這篇馬爾塔島的女神裡面 提到了奇頓對於歐洲文明起源的主張 在多瑙河流域曾經有對瘋饒女神的信仰 孕育出主張和平的母權社會 克克塔尼文化 後來南俄羅斯的印歐語系族群入侵 帶來了有角的神職信仰 而演變成崇尚戰鬥的父權社會 考古學界普遍的看法 認為母權社會受到父權社會驅趕 往南到了地中海 而奇頓者主張在多瑙河流域 曾經存在著母權社會 與父權社會共存的文化 缺乏學術界強硬後盾的他 雖然在發掘上有所掌握 卻始終無法受到學會承認 取得博士學位 在這篇故事的最後 奇頓婦女真的在地中海導播 馬爾他的地下神殿 發現了呈現男神作之的女神文物 證明確實有兩種文化融合的存在 Remaster裡面也提到了一些奇頓的過去 包含他還在SAS裡面參加福克蘭群島戰役的行動 而講到危險調查員的固定班題 就不得不提奇頓的花心老爸平賀泰平 在Remaster裡 泰平住進了專為年長者設立的酒店式公寓 這一天 奇頓回到日本去探望他 櫃台卻說他出去工作了 泰平的工作是魔術師 而且還說泰平兩個三四十歲的漂亮女兒常來看他 奇頓從來不知道動物學家的父親居然還有魔術師的工作 而且更不知道自己哪時候跑出來兩個妹妹 偵探奇頓追到了酒店 在那裡泰平正用撲克牌魔術 把兩個暴如酒店妹逗得樂不可知 原來泰平有事拜託兒子請她回來日本 自己卻忘了約定跑到酒店去玩 泰平請奇頓去保護一位從前認識 叫做Toremei Naomi的女性 已經出現老人事態症狀的梓美說住家對面 在照顧溫室的男人 試圖用十字弓殺害梓美的愛貓拖鞋 泰平已經幫梓美安排好了 兩天之後就要入住蓮艙的老人安養中心 因此這兩天就請奇頓保護她順便照顧梓美的生活起居 梓美雖然記憶逐漸模糊但做菜的功夫人在 她做了甜點Junket和肉餡餅 都讓奇頓想起了媽媽的味道 奇頓問起為什麼貓B的名字叫做拖鞋 梓美說那是因為她的王夫以前都叫她女神 所以家裡密帶養的貓當然就叫做拖鞋囉 因為是女神的拖鞋嘛 這時奇頓只聽了一頭霧水 當天晚上奇頓監視著對面鄰居的狀態時 突然靈光一閃 裝飾在梓美牆壁架上的斧頭還有蘭花的畫 女神女拖鞋這些看似不相關的關鍵字 全部都串在一起了 這時她看到貓咪拖鞋居然就闖進隔壁鄰居的家裡 變貌凶惡的靈人當真打算拿弓殺害拖鞋 更糟的是癡呆的梓美也跑了過去千鈞一髮之氣 極美丟出斧頭制止了靈人的習洞 同時斧頭打破了溫室的玻璃牆 露出裡頭栽種的花朵 正是由女神的拖鞋美稱的冰維物種仙女藍 原來梓美的王夫Tlemaine公爵 生前是專門研究仙女藍的植物學家 他在印尼婆羅州發現了種滿仙女藍的秘境 當時還沒有華盛頓公約限制這類動植物的運輸 公爵就將仙女藍連同印尼原住民的武器斧頭 一起帶回家當作紀念品 只可惜公爵後來在旅途中捲入戰爭允命 對王夫與仙女藍的記憶 則成為了梓美最珍貴的寶物 在逐漸失呆的意識中保存了下來 這次的行動不但保護了梓美 順便還揪出了違反禁運規定 藉由仙女藍交易洗錢的不法之徒 梓美搬進連倉的安養中心之後 太平跟齊頓說 這不只是為了梓美也是為了你啊 原來齊頓的英國籍媽媽和梓美的王夫 是出生於威爾斯的舊室 在齊頓小時候兩家人就常有往來 齊頓五歲的時候她媽媽離家出走回到英國寧家 當時來到平鶴家幫忙照顧齊頓日常起居的 就是曾經流產過膝下五子的梓美 梓美從齊頓小時候就非常喜歡她 而齊頓記憶中媽媽的味道 其實原本就是梓美所做的料理 成年之後竟然發現忘了這麼重要事情的齊頓 幸好太平給了她機會彌補 是一篇非常溫暖的故事 曼狂東京的收穫就介紹到這裡 接下來我會努力製作第五季的內容了 我是曼狂我們第五季再見 嗯?寫真集呢? 好久不见 一、二、二、三、二、三、四 情願沒有我 知願沒有我 就願為了你 愛得忘了我 請給我一個 還請個路國 淡淡的樣子 都傷到 美的 人沒必須喘醉 又嚇我 會心會悅 瘋狂 管那也落淚 就是想要回 我就算不言不韵 你的心 我的心都懂 当我抑郁沉醉 留下我 会因为 爱疯狂 问哪一朵累 就是想要回 我就算不言不韵 你的心 我的心都懂 我去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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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那里